如果你忽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就是说不上来但感觉很奇怪 那你就得小心了 因为人的第六感有时候是非常准的 今天是我们的三周年纪念日 男友竟然忘得一干二净 晚上我生气的和他吵了起来 赌气的收拾好了行李 就准备去附近的旅馆居住 登记的时候已经是半夜 前台只留了一盏昏黄的灯光 是一个看着很和蔼的阿姨 她看着我的身份证 小姑娘你是本地的 都这么晚了怎么不回家啊 她可能是出于关心 但总让我感觉怪怪的 出于警惕 我并没有和她多说什么 拿到房卡后 我坐着电梯上了楼 楼道里很暗 给我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快步走进房间 锁好房门后 丢下行李就躺在了床上 拿出手机想看看 那狗男人有没有找我 结果发现他一条信息也没发给我 我心里又气又委屈 看来他真是不在乎我 就不担心这么晚我出什么事吗 狗男人 这次我绝对不嫌低头 想着想着我越发委屈 房间里的座机突然响了 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吓得我一击零 我迟疑了一下 接起电话 姑娘 我是楼下前台的 真是不好意思啊 是这样的 我想起来你屋里的花洒坏了 没办法洗澡 要不我给你换个房间吧 阿姨带着特别抱歉的语气 我看了看时间已经是凌晨1点30分 于是对阿姨说 不用麻烦了 我在家里已经洗过了 那怎么可以 阿姨突然拔高了声音 她过激的反应让我觉得莫名其妙 挂断电话后 我的思绪变得清晰一些 花洒是旅馆的基础设施 按道理说应该每天检查 难道是阿姨故意把我安排在这个房间 她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我的脑海里顿时出现了很多恐怖的画面 心里拔凉拔凉的 不断安慰自己可能是想多了 躺在床上 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正在我胡思乱想时 敲门声突兀的响起 我心里一惊 下意识的问了一句 学校 姑娘 你的身份证落在前台了 我给你拿来了 麻烦你把门开一下 听了阿姨的话 我赶紧打开了包 发现身份证真的不在 这就来 我答应着跳下了床 快步走到门口 趴在猫眼上向走廊望去 那个前台阿姨一个人站在门外 我的神经稍微放松一些 可就在我准备开门时 听到了一声低沉的咳嗽声 我确信这声音是一个男人发出来的 直觉告诉我门外肯定有问题 阿姨 外面就你自己吗 我故作平静地问 对对对 就我自己 你赶紧开门吧 她焦急地应答 让我感觉更不对劲 我太困了 身份证先放前台吧 我男朋友一会儿来找我 待会儿你给他就可以了 许久 外面终于陷入了安静 可我的心却迟迟没办法平静下来 这个旅店一定有问题 必须赶紧离开这里 我捏手捏脚地下了楼 探出头往前台看去 没看到人 我暗暗松了一口气 刚想往大门口走 就听到有声音从门口传来 我忘了过去 只见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停在店门口 那个前台阿姨站在门口 正和司机小声议论着什么 他的神色伶俐 和之前和蔼的形象盼若两人 我的心里一阵发毛 大气都不敢喘 突然 他们望向我这边 我立马将头缩了回去 全身汗毛直立 直觉告诉我这个时候 最好不要被他们发现 我害怕电梯声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便选择走楼梯 两腿发软的我 手脚并用才爬到了三楼 汗水早将我的衣服打透 就在我打算从安全出口回房间时 却看到有两个标形大汗守在我的门口 我攥着手机 悄悄缩回了头 突想起前几天在新闻上看到的 年轻女孩无故失踪的案件 此时我特别后悔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我深吸口气 再次往楼上走去 我缩在四楼的楼梯墙角 颤颤巍巍给男朋友发微信 顺手给他分享的定位 唯一庆幸的是 这狗男人还没有拉黑我 发完消息之后 我又向墙脚缩了缩 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我感觉我身上的汗都快干了时 听到了电梯响动 有人下去了 估计是门口那两个人看等不到人就走了 我依旧不敢出声 没过多久 我再次听到电梯的声音 随后手机收到了一条消息 小燃 我到了三楼 你在哪里啊 我告诉他 我在四楼楼梯口 没过一会儿 脚步声传来 我看到了男友的脸 此时的我完全顾不得之前的争吵 紧紧抱住了男友 我刚刚看了一下 楼下没什么异常 我们回家吧 过了好几天 我都没有从那晚的经历中缓过神来 一直都以为自己是被迫害妄想症 直到这条新闻的出现 昨晚在麻吉市某小区附近旅馆 破获一起贩卖人口案 抓捕恩名人员 看到这条新闻 我顿时冷汗直下 虽然照片模糊 但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我那晚入住的酒店 男友也是一阵后怕 后悔那天让我出去 如果那晚我真的和他们正面碰撞到了 那真的难以想象会发生什么 如果每到半夜 你都能听到门外有奇怪的敲门声 你会怎么办 周五晚上 我很早就睡了 但由于我睡眠很浅 再加上房子隔音效果也很差 半睡半醒之间 我就一直听到外面有人在不停的上下楼 脚步声非常有节奏 从二楼上到我住的三楼 停了有十几秒钟 然后再上到四楼 到了四楼 脚步声会突然消失 但是没过一会儿 那个人就会再下来 就这样来回的走动 我心里有点害怕 但想了想那个人毕竟是在外面 我们都锁了 他就算有什么企图也一定进不来 我不断的安慰着自己 此时我已经毫无睡意 躺在床上一直听着外面的动静 那个脚步声持续了将近有一个小时 就在我几乎快要崩溃的时候 外面的脚步声突然停止了 还没等我缓一口气 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我吓得一下子坐了起来 汗毛直立 犹豫了半想 我悄悄打开了卧室的门望着门口 竖起了耳朵仔细听了听 直到发现他敲的是对面的门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对面都没人住 那人敲一会儿就走了吧 就这样我一直站在卧室门口 等着外面的人走掉 僵持了十分钟 这个敲门声依然没有停止 而且每次拍门间隔的时间几乎都一样 我看了一眼手机 已经是凌晨两点 我挠了挠头 如果再这样敲下去 我就不用睡了 嘟囊间 我鼓起勇气走到了门口 趴在猫眼上看了过去 只见一个身穿黑长裙的女人站在对面 伸着手不停地在拍打着门 她的姿势非常僵硬 我隐约觉得这女人身上有一个地方很奇怪 但是具体哪个地方我又说不上来 就在我疑惑的时候 那个女人终于停止了敲门 再仔细看时 人已经消失在了楼道 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终于走了 这些应该可以好好睡觉了 但我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晚上 昨天的脚步声再次响起 没过一会儿 那个女人又开始敲门 又一次被半夜吵醒的我特别生气 一看手机又是凌晨两点 我皱了皱眉 要是每天晚上都这样 那以后就别想睡个安稳觉了 我冲到了门口 隔着门对女人喊道 那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 喊过以后 我就趴在猫眼上观察着外面的情况 那个女人就像没听到一样 依然还在敲着门 这女人怎么回事 没睡好的烦躁感 突然压过了心底的恐惧 心意横 我直接打开了门 你要再敲门 我现在就报警 你这属于找名知道吗 说完以后 那个女人确实不再敲门 但依旧没有说话 甚至没有转身 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在这短短十几秒间 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这个女人 穿的衣服没有问题 头发和脚也没有问题 但是她的手臂却很奇怪 明明衣服没有袖子 但整条手臂却是黑色的 想到这里 我突然后悔自己的莽撞 恐惧席卷了我的神经 我赶紧伸手想要把门关上 但就在关门的时候 女人突然转过身 咧着嘴就朝着我扑了过来 还伸出一只手想要把住我的门 我害怕得浑身颤抖 咬紧牙关 用最快的速度 有惊无险地把门给关上了 关上以后就马上反锁了门 这个女人也没了动静 我摊坐在地上 吓得面色苍白 我不知道她是已经走了 还是站在外面 我不敢去看猫眼 缓了一会儿后 我拿出手机就赶紧报了警 警察来了以后 女人已经不见了 录完笔录后警察就走了 折腾了一夜 我都没有再睡着 这得亏今天也不上班 早上八点左右 就在我准备补觉的时候 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是房东 他大早上的打我电话干什么 按了接听键就听到房东抱怨的声音 哎呀 孝心啊 这点事你咋就报警了呢 嗯 什么事啊 一宿没睡 我脑子都有些懵 反应过来才知道 他说的是那个女人 听房东说了之后我才知道 我的对面以前住着一对夫妻 后来男人在外面认识了一个女人 而这个女人也不知道男方已经结婚 没过多久 这件事就被男人的老婆发现 这男人老婆也是挺狠的 直接拿了一瓶硫酸就找到女人的家里 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 男方的老婆被抓走 而女人面部毁容重度烧伤 又被男方抛弃 后来就精神失常 隔三差五的去找男方 但是没想到的是男方早已经搬走 没泪音讯 最近我总觉得家里多了一个人 起初我觉得是我的职业病在作祟 直到某天凌晨 无意间垂眸一瞥 一双漆黑狂热的眼珠藏在床底 正死死地盯着我 深夜十二点 我卸完妆 略显疲惫地走出卫生间 冷风从没关紧的窗缝里吹过 带来些许寒意 我抱紧手臂 心里有些疑惑 回家后我明明关紧了门窗 现在又怎么会打开 难道是禁贼了 这个念头浮现的瞬间 忽然 外头客厅传来轻微的摩擦声 我浑身一抖 冷汗瞬间冒出 脸庞也变得毫无血色 这些诡异的动静 又开始了 半个月前 我搬进了这座单身公寓 原以为能过上梦想的生活 谁承想我的周围怪事不断 莫名其妙坏掉的吊灯 凌晨睡梦中听见的轻微脚步声 落在身上冰冷又黏腻的隐约视线 我怀疑 家里多了一个人 这惊悚的念头让我的神经崩得很紧 导致工作时的状态也特别差 此刻头顶灯光闪烁 在昏暗幽静的公寓内 这道忽明忽暗的光线显得十分诡异 因为拍摄录制实在忙碌 我一直没有空叫人来修掉灯 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 心中的不安感越发严重 我匆忙扭过头 不敢再看身后景象 一路慌张地逃进了卧室 卧室门被用力关上 我捂住胸口 灯都没来得及开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努力平复狂跳的心脏 床头柜上 正在充电的手机 亮着令我心安的屏幕光 我忍住恐惧 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 心惊胆战了好一会儿 门外的摩擦声好像忽然消失了 我坐在地上 终于缓缓吐出一口气 幸好 我没有按照以往的习惯 将手机放在客厅充电 这个念头 闪电般将庆幸的我披降在原地 充电时 我的手机明明是关机锁屏状态 可此刻 手机屏幕却一直亮着微弱的光芒 它分明已经被人解了锁 我蹭了一下从地上站起 谁解锁了我的手机 这一刻 家里肯定尽人了这种恐惧感疯狂席卷了我 我哆哆嗦嗦 拿起手机给经纪人老韩发了信息 就在此时 寂静的空气中 忽然传来一道微弱的喘息 是属于男人的喘息声 我的动作猛地置在原地 黑暗中 我堆上了两只漆黑阴沉的眼珠 那双眼睛布满血丝 此刻震动成一个夸张的弧度 死死地盯着我 它竟然就藏在我的床底下 我眼睁睁地看着男人冲我森然一笑 然后慢慢地将硕大的身躯从床底挤出 安静的卧室里 充斥着男人费力的喘息声 在我惊恐万分的瞳孔中 男人狂热无比地朝我扑来 小贝 小贝 我爱你 小贝 和我在一起吧 我惊恐地尖叫 用力攥住了门旁边的衣架 用尽全力砸向男人的额头 它瞬间跪倒在地 发出一声杀猪般的痛响 男人朝我怒吼 小贝 你是个贱人 我的眼泪不知何时已布满脸庞 疯了般打开卧室门 拼命往外逃 之前我就听过私生犯的传闻 没想到这么疯狂恐怖 又按狭窄的走廊此刻格外的长 头顶的吊灯不断呼闪 寂静的公寓里 只有我急促的呼吸和男人气急败坏的叫骂 这座公寓地处偏僻成交 平时鲜少有人来 求救根本没有用 不要来的贱人 你给我站住 给我站住 生个男人激动扭曲的声音越来越近 我咬紧牙关 死死冰着近在咫尺的大门 屏住呼吸奋力向前一跃 企图握住公寓门把手 我握住了 眼里猛然绽放出巨大惊喜 只是 还没来得及将大门彻底拉开 下一秒 我的头皮一阵剧痛 男人毫不留情地抓住了我的头发 我忍不住惨叫一声 身体被强制拖回公寓 眼睁睁地看着打开一丝缝隙的大门离我越来越远 救命 救救我 我泪流满面 不肯放弃地大声呼救 男人格外恼怒 一脸猙獰恐怖 贱人 他喘着粗气 两手就是响亮的一巴掌 火辣辣的触感从脸上蔓延开 剧烈的痛苦让我瞬间失声 这就对了 男人咧开嘴笑了起来 小贝 真乖啊 我剧烈颤抖着 男人神精致地抚摸着我的脸颊 和我在一起吧 小贝 他声音阴冷而黏腻 你放心 谁也没办法拆散我们 男人冰冷的左手落在我的睡衣领口 我惊恐万分地瞪大泪眼 随着音物裂开的声响 男人的脸剧烈怂动 目光兴奋且痴迷 下一秒就要把头凑过来 这一刻 我终于崩溃地痛哭出声 谁来救救我 忽然 整个传来一声巨响 大门被打开了 雷瘦的男人被人强行从我身上拉开 随后被来人一脚踹在肚子上 哼击了两声没了下文 我蹲在墙边止不住地哭泣 一件西装搭在我的身上 是我的经纪人老韩 他不停地安慰我说一切都过去了 后经调查得知 这男人一直是我的私生犯 阴差阳错地被他找到了我现在的住址 于是就有了这次事情的发生 这件事给我的影响很大 我一直沉浸在极度的恐惧中 迟迟无法走出来 半夜 女儿好奇地拨打了网上说的恐怖电话 结果竟然打通了 我睡得五迷三道的 被鸦鸦一声尖叫吵醒了 我看了一下时间 凌晨两点半 我光着脚赶忙跑进她的房间 鸦鸦色缩地全在角落里 满头大汗 一脸惊恐地看着床上的电话手表 我冲过去抱住了她 鸦鸦怯怯地看着我 妈妈 我怕 我以为鸦鸦是做噩梦了 轻轻抱着她放在被子里 拍着她说 不怕不怕啊 妈妈保护你 看着鸦鸦熟睡的脸庞 我的心里有种莫名的不安 第二天是周末 看着鸦鸦几次欲言又止 我联想到昨晚鸦鸦的样子 蹲下身 摸了摸鸦鸦的头发 鸦鸦 昨晚上你是做噩梦了吗 妈妈 鸦鸦没有做噩梦 她犹豫了一下 她在我耳边悄悄地说 妈妈 昨晚我给恐怖号码打电话 只有一个接通了 而且对方还说会来吵我 鸦鸦脸色发白 你哪来的恐怖号码 我们在网上看见的 昨晚我试了一下 鸦鸦的声音越来越小 我心里惊了一下 原来小丫头昨晚尖叫 是因为这个 我打开鸦鸦的通话记录 最后一个通话时 长写着15.31 这么久 看来孩子昨晚打通以后并没有挂 不知道怎么了 我心里的不安感愈发严重 检查了一下手表的一些设置 骚扰拦截那一栏竟然有60多个位阶 怎么回事 我快速点开 就看到全是那个恐怖电话 想着我喊来鸦鸦 她告诉我这个视频 现在在班级里特别火 是班级里胆子特别大的刘晴发给大家的 刘晴称她为勇气视频 谁能打通视频里的电话 谁就是最有胆的人 那她打通过吗 我问鸦鸦 鸦鸦摇了摇头 我不敢问 我打开了那个视频 视频的质量很粗劣 也并不恐怖 只是怂恿性很强 全是在鼓励孩子去打这个电话 可是 视频里戴面具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呢 是与电话主人结了院 所以故意让人去打他们的电话 我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我打开了留言区 留言的都是孩子 什么骗人的 打不通 还有打通了没人说话之类的 突然 鸦鸦指着一个头像 尖声说 妈妈 这是刘晴的照片 耶 我的电话接通了 她还和我说了话 这是刘晴的留言 我只能先安慰鸦鸦说 这只是个恶作剧 让她不要放在心上 我再次望向了鸦鸦的电话手表 短短一会儿的功夫 手表骚扰拦截多了十几个未接 犹豫了片刻 我用自己的手机拨通了电话 想着确认一下对方是谁 这声音响起的时候 我的心里还有些忐忑 喂 哪位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 是个女的 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一些 你好 前几天我鸦鸦半夜瞎打电话 给你们拨通了 今天我看见你们回拨了很多电话 所以特地打个电话解释一下 真的非常抱歉 孩子太调皮了 我非常诚挚地说道 没事 电话那头的女人似乎忘记了一样 她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 挂了电话 我略微有些不解 明明都已经不记得了 为什么要一直打电话 原本我以为解释完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直到晚上 在鸦鸦睡着后 我再次查看她的手表 发现那个恐怖号码又给她打了十几通电话 我想着白天明明解释通了 怎么还不停地打 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回播过去 电话几乎秒接 我声音略微有些生气 喂 你好 请问还有什么事情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 请问你为什么还打我孩子的电话 我开始有些不愤 已经解释过了 还总给孩子打电话是什么意思 一阵诡异的笑声突然传来 我吓得将手表甩出很远 心砰砰直跳 手机突然不合时宜地响起 我又被吓得够呛 当我看到学校群里发的内容时 顿时汗毛直立 我是刘晴的爸爸 很抱歉这么晚打扰大家 请问哪位同学看见我家刘晴了吗 女儿因为好奇 用手表拨通了网上说的恐怖电话 而电话那头的人威胁会来找她 我得知此事后愤怒地打了回去 然而却传来了一阵诡异的笑声 我吓得把女儿的手表甩出很远 手机也突然不合时宜地响起 当我看到家长群里发的内容时 顿时汗毛直立 我是刘晴的爸爸 很抱歉这么晚打扰大家 请问哪位同学看见我家刘晴了吗 刘晴失踪了 今天鸭鸭跟我说刘晴打通过这个电话 那她的走失和恐怖电话有关系吗 我的心里隐隐不安 斟酌许久 还是拿起了手机给刘晴的爸爸打了电话 我把恐怖电话的事情跟她说了 电话里能听出她很着急 没一会儿刘晴爸爸就赶到了我家 起初她对我说的是半信半疑 直到我把鸭鸭的手表和刘晴的留言拿给她看 她皱了皱眉 赶忙掏出了自己的手机 给这个所谓的恐怖号码打了过去 电话接通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 然后又发出一阵诡异的笑声 刘晴爸爸的语气近乎很利 紧接着电话就被挂断了 看着她死死的盯着手机 我在旁边轻声的问 要不要问下其他孩子 鸭鸭今天跟我说这个视频班上很多孩子都知道 谢谢你提供的消息 我得赶紧把这些信息告诉警察 说完刘晴爸爸就离开了 第二天一早 再次打开家长群时 我发现群里炸了 刘晴依然没有消息 家长们纷纷帮忙转发孩子失踪的消息 也反映很多孩子确实尝试过打那通电话 根据孩子们反映 视频确实是刘晴转发给他们的 很快到了周一 因为堵车我错过了鸭鸭的放学时间 我给鸭鸭发过消息 让她在学校门口等我 可到了门口根本没有她的影子 我提心吊胆起来 颤抖着掏出手机 给鸭鸭打电话 电话是通的 可惜迟迟没人接听 我又联系了老师 老师说鸭鸭放学后就已经离开了 我突然想到前天刘晴失踪的事情 顿时如坠冰叫 保安调取了门口的监控 我很快在人群中发现了鸭鸭的身影 她等候在我们约定的地点 大约过了三分钟 鸭鸭的电话手表响了 她似乎犹豫了许久 才接起了电话 随后面色苍白的消失在视频中 我慌不择路的打了报警电话 并且开始寻找鸭鸭 天越来越黑 我的心也越来越焦急 直到发现鸭鸭的手表被丢在了墙角 一股心田味从心口涌上来 眼前顿时天旋地转 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时 鸭鸭竟站在我的面前 我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直到感觉到鸭鸭手心传来的温度 我才敢相信这是真的 你跑到哪里去了 吓死妈妈了 我哑着嗓子 将孩子紧紧搂在怀里 是刘晴给我打的电话 她迷路了 让我去找她 女儿闪着泪光地说 当时鸭鸭走到巷子里 就被一个中年女人拦了下来 女人温柔地告诉鸭鸭 自己是带她去找刘晴的 半推半就地被女人拽着往前走 手表也被女人丢在了一旁 鸭鸭当时就觉得自己遇到了坏人 这个认知让鸭鸭惊出一身冷汗 小脸皱成一团 看到不远处有个超市 鸭鸭灵机一动 女人刚放开她的手 鸭鸭拼命朝超市奔去 她的身后传来了女人的咒骂声 鸭鸭的话听得我胆战心惊 多亏她有惊无险 要不然我会自责一辈子 后来刘晴被找到了 可惜早就没了呼吸 根据警方调查 这是一个有计划的组织 他们以恐怖电话为诱饵 利用孩子的好奇心 先是怂恿孩子们打电话 随后找各种借口 把孩子诱骗出来进行拐卖 我从没想过单身24年的我 竟然被人指着鼻子骂小三 睡得迷迷糊糊时 我被短信提示音吵醒 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 亲爱的 你睡了吗 我订了你最爱吃的猪脚面 我翘了翘嘴角 随后又扁了下去 猪脚面的确是我的最爱 可这个发消息的人是谁 发错了 我回了一句 蒙头继续睡觉 我刚要睡着 敲门声突然响起 我有些抓狂 谁啊 我烦躁地应了一声 外卖 先放门口吧 我随口说了一句 外面的人应了一声 接着没了动静 我跳下床走到门口 愣了两秒才反应过来 我根本没订餐 哪里来的外卖 紧张的气氛瞬间被拉满 我舔了舔发干的嘴唇 捏手捏脚地透过猫眼看向外面 走廊里空荡荡的 并没有人 我迅速把外卖带拿了进去 猪脚面 还是我最爱吃的那家 不会是刚才发消息的人订的吧 正疑或尖 面好吃吗 你是谁 怎么会有我家地址 我皱紧眉头 思索着是不是哪个朋友无聊的恶作剧 电话却突然响起 盯着手机半响 我还是接起了电话 一个充满雌性的男生响起 我张大了嘴巴 他居然还知道我的名字 你肯定是找错人了 别再找我了 我很是反感地解释 别闹脾气了好吗 这人神经病吧 如果你是恶作剧的话 请适可而止 你这已经骚扰了 你再打电话 我就报警了 挂断电话 我直接就将号码拉黑 次日早上 手机再度响起 我不耐烦地接起了电话 曹女士 你的鲜花麻烦签收一下 刨腿小哥机械地说 怎么会有人送花 难道又是昨晚的那个人 懵逼地我起床 打开了门 看到刨腿小哥手里的花 我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红色的包装纸下 一大束黄白相间的菊花 颜色的反差 让这束花显得很诡异 哎呀 谁这么缺德呀 旁边正在扫地的刘阿姨 说了一句 我怀里的花就像炸弹 被我直接抖落在地上 这时 电话再次响起 又是陌生号码 我气愤地接起电话 喂 唐佳佳 你是不是唐佳佳 女人愤怒的声音响起 我愣了两秒 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猝起眉头犹豫地问道 你是 唐佳佳 你这个狐狸精 女人抱了粗口 你有病吧 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 我被她气得够呛 母胎单身24年的我 忍不住提高了声音 你少在这儿给我装相了 那个渣男又是给你订饭 又是打电话 你真是不要脸 电话那头 女人的火气很旺 听了她的描述 我豁然开朗 原来她和昨晚上那个人是一家的 我告诉你 我根本不认识她 你们再骚扰我 我真的会报警 臭不要脸的东西 你给我等着 女人咬牙切齿地挂断了电话 从来没被人这么劈头盖脸地骂过 我脸色胀红 气得眼泪都泛了出来 你是不是得罪谁了 刘阿姨递过来一张纸 别哭了 我帮你把这花扔掉 冷静下来后 我有些害怕 随后又安慰自己 倒霉是不会都让我碰上的 谁知次日一早 我刚走到单元门口 一个凶悍的中年妇女从角落里窜出来 用力抓住我的胳膊 大声地吼着 你这个小三 终于让我逮到了 我从没想过单身24年的我 既然被人指着鼻子骂小三 我挣扎着摆脱女人的束缚 呃狠狠地瞪着她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少在这里信口快河 中年妇女一脸鄙夷 现在的小三真惨狂啊 提上裤子就想不认账啊 她的声音很大 立即引来众人为官 你认错人了 我罩红了脸说 女人根本不听我解释 牵着我用力往外拖 我急忙呼救 却没有人愿意帮忙 大姐 把你男人喊出来 我们对吃一下 我决定反向自救 女人愣了一下 猛地停住脚步 我顺势挣脱她的束缚 和她拉开距离 周围有人窃窃私语 怀疑可能是女人认错了人 听到有人向着我说话 我暗暗松了一口气 女人甩了甩头 冲着人群里吼了一嗓子 赶紧滚过来 别做缩头乌龟 顺着女人视线的方向看过去 一个缩头缩尾的男人 从人群中走出来 我看着她 迅速进行了人脸搜索 确定根本不认识她 男人看了我一眼 窝囊地说 老婆 别闹了 我 男人的声音 我莫名觉得熟悉 女人抱喝一嗓子 灭臭鬼的时候 想帮我回闹吗 我根本就不认识她 我气得浑身颤抖 大声辩驳 家家 咱们的事她都知道了 男人急得直跺脚 貌似小声提醒我 听她喊我名字 猛地反应过来 这几天给我打骚扰电话的就是她 你们是一伙的 我怒怒怯耻 声音嘶哑地说 不要相信他们 他们是骗子 可惜 我的话没能激起一点水化 人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看热闹似的在一旁举着手机 鄙夷 唾弃 不屑 女人连拉带扯地把我往小区门口拖 男人跟在身后 眼里闪烁着得逞的光芒 我再次呼救 眼泪止不住地流 突然 刘阿姨冲出来拦在路中央 你说她是你的小三 那你能说出她的具体情况吗 刘阿姨怒视男人 问了她一大堆问题 男人被问得有些慌神 根本答不上来 女人骂刘阿姨多管闲事 我已经报警了啊 警察马上就来了 刘阿姨挺着胸膛说 听说警察要来 两个人对视一眼 松开了我 你给我等着 女人叫嚣着慌万离开 直到他们消失不见 我才松了一口气 整个人瘫痪在地 刘阿姨扶着我 别害怕 我送你回家 我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今天多亏了 她帮我摆涂困境 否则我早就被这片子拐跑了 刘阿姨帮我送回了家 拍着我的肩膀说都过去了 然后递了一张纸巾给我 一股特殊的香味袭来 突然眼前天昏地转 眼皮沉重万分 最后的画面 停留在刘阿姨诡诀地看着我笑 眼里的寒光阴暗逼人 我一脸震惊 不甘地闭上了 你们回来吧 搞定了 猛地睁开眼睛 我怎么又回到这里了 我看着女人连拉带扯地 把我往小区门口拖 男人跟在身后 眼里闪烁着得逞的光芒 如果按照刚刚的剧情 我的呼就只会引来刘阿姨 然后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我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带走 我心一横 让男人旁边 飙行大汉的手机夺了下来 用力地摔在地上 狠狠地用脚去踩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飙行大汉根本来不及阻止 等几个人反应过来时 手机已经粉身碎骨 你陪我手机 飙行大汉冲过来要拉着我 我眼急手快躲在男人身后 飙行大汉薅住男人的脖梗 狠狠地说 不陪我手机 今天谁也别想离开 让警察管管 听着悦尔的警笛声 我终于安心下来 颤抖着不停地对着飙行大汉道谢 我居然亲眼目睹了一场凶杀案 一个男人手握棍子 对倒地的女人一下下砸去 我害怕地蹲下来 慌乱下 碰翻了旁边的花盆 闹出了很大的动静 凶手突然停下手里的动作 凶狠地看向我 下一秒 一颗石子打在阳台的玻璃上 完了 这是要被发现了吗 额头瞬间冒出一层冷汗 我小心翼翼从阳台磨动到门后面 就在我准备打开手机报警的时候 忽然身后咱来玻璃碎裂的声音 又一个小石头从外面打碎了阳台的玻璃 雪一下涌上我大脑 一个可怕的想法浮在我脑海里 凶手或许在试探 也在确认这到底有没有目击证人 若此刻我起身的话 石头敲碎玻璃的声音 只是这个声音来自我楼下的邻居 难道目睹凶杀案的不止我一人 我躲在门帘后悄悄站起身 微微往阳台方向看去 却发现凶手已经不见踪迹 他去哪了 该不会潜入这栋楼了吧 这个念头让我害怕的直吞口水 我一直趴在猫眼上窥视门外的情况 握着水果刀的手心上全是冷汗 昏暗的走廊空无一人 我握着门把手一直守到天亮 平安无事 一夜未睡的我精神依旧高度紧张 此时楼下传来几名声音 我跑到阳台望去 楼下已经被警戒线围起来 我走到楼下 引在人群中 看着警戒线里的勘察人员在现场取证 哎呀 真是造念呀 谁这么残忍哪 周围的吃瓜群众议论纷纷 在人群中 我忽然看见一个戴着鸭舌帽的黑衣男子 沉默地看着女孩尸体 他的身形像极了昨晚的凶手 而他前面站着几个制服大叔 只要我大喊一声他就能被抓住 凶手在犯案后 都会回到案发现场 看看自己是否有疏漏 他压低茂严 藏在人群中 看着近在咫尺的凶手 我选择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直到他悄然离去 比起见义勇为 我选择自保 一个刑警寻力盘问楼里的居民 我看见住在我楼下的男子表情有些怪异 而他同样用难以言喻的眼神看着我 昨晚你有听见什么声音吗 没有 死者是不是住在你们这小区的 我搬过来没多久 不太清楚 刑警走后 邻居男子走到我身边 眼里都是不安 昨晚 你也看见了是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 眼睛四处乱瞄 寻找黑衣男身影 生怕邻居男的话被凶手听见 邻居男越发靠近 不依不饶地抓着我的手臂 嘴里重复着那句话 我听见楼上有玻璃破裂的声音 是你家吧 所以你也看见了 你也清晰地听见了 我不耐烦地推开男子 但心里已经疯狂地点头 是的 我瞧见了 我还发现了凶手就在附近 但是没告诉警察 因为我怕死 这句话埋在我心里 一直垂打着我的负罪感 直到邻居男无意说了一句话 让我毛骨悚然 我知道你看到了 你说 他会不会来杀我们灭口 我害怕地看了一眼男子 和他保持一段距离 转身快速离开小区 晚上下班回来 尽管心里害怕 可我的余光 还是不自觉地扫向警戒线里面 尽管地面的血迹已经干涸 可星红的颜色 还是让我脸色惨白 我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 走进电梯间 电梯即将关闭的刹那 忽然一只手伸了出来 我居然亲眼目睹了一场凶杀案 而凶手似乎发现我了 在电梯即将关闭的刹那 忽然一只手伸了出来 我紧张地向后退了两步 不好意思 我的时间快来不及了 原来是外卖员 他头上戴着黄色头盔 手里拎着一袋外卖 但他的眼睛给我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我的心里隐隐不安 电梯缓缓上升 等到了三楼的时候 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那个外卖员并没有按楼层 四楼到了 电梯门缓缓打开 可我的腿却像灌了签一般 根本挪不开步 外卖员带来的压迫感 几乎让我窒息 你的楼层到了 外卖员低沉地提醒我 随即他的手伸到了前面 我吓得险些尖叫 身子不自觉地绷紧 下一秒他按了数字五 又把手缩了回去 我暗暗松了一口气 假装镇定地走出去 却一直徘徊不前 直到电梯门完全关上 我才无力地瘫倒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第二天 我刚下班回家 急促的警笛声响起 小区里又出事了 昨天和我说话的邻居 昨晚被杀了 凶手伪装成外卖员 敲开了他家的门 他在报复目击者 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 我害怕的心都要跳出来 摊在床上用被子裹紧自己 还觉得寒气不断地侵蚀五脏六腑 这一切太可怕了 电话不合时宜地响起 太过紧张的我 忽然手一滑 手机掉到地板上 我弯腰低头捡手机时 恐惧从血管迅速涌上我大脑 手机背后的镜面上 赫然出现一张模糊不清的脸 那张脸就藏在我床底下 我惊骇地瞪大眼睛 身子微微颤抖 为了不引起对方怀疑 我洋装若无其事地接起了电话 我小心翼翼地走出卧室 心却像是在刀尖上狂跳 走出家门后 我一路狂奔 冲下了楼 鞋子都不知何时跑丢了一只 警察来我家里进行了搜查 可男人已经逃逆 根据床下的灰尘痕迹显示 曾经的确有人躲在这里 我不想死 我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没敢把之前 看到凶手的事情说出来 家里是不敢呆了 我只能跑到了表哥家去借宿 这也让我紧绷的神经 稍微放松下来 第一晚睡得格外香甜 第二晚 我正打算睡觉 业主群里突然发来几条消息 我放松的神经再次绷紧 用力握着手机 听说保安老刘被人杀了 这种事可不敢乱说 最近咱们小区人心惶惶 接着 一张图片被发到群里 老刘仰面躺在地上 满头的血迹 眼睛瞪得格外圆 一脸不可思议 我吓得直接将手机扔在沙发上 因为 老刘竟躺在我家门口 这绝不是偶然 凶手其实想要除掉的是我 这个念头让我毛骨悚然 我一阵眩晕 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我赶紧反锁了大门 又把窗帘拉好 尽管这样 还是浑身发抖 用力地敲门声 让我的心脏漏了好几拍 我下意识地看了时间 晚上11点 空荡荡的房间里 这诡异的气氛让我汗毛竖利 我用手捂住耳朵 企图将敲门声屏蔽 手机突兀地响起 是表哥打来的 我慌地吞了吞口水 瞄了一眼门口 迅速按了接通键 喂 怎么不开门啊 睡着了吗 我没带钥匙 我起身向门口走去 但凶手带来的阴影 让我小心翼翼地 趴在猫眼上向外看 走廊里空荡荡的 只有表哥无奈地站在门口 看清他的脸后 我稍稍放松了警惕 将门打开一道缝 表哥还没来得及迈步 就被一个黑影揪住头发 一刀割喉 直接栽倒在地上 随后一只戴着黑色手套的手 猛地伸进门缝 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的男人 赫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正轻蔑地看着我 那个凶手真的找来了 我吓得惊声尖叫 用力推着房门 可怎么也关不上 男人一把揪住我的头发 对准我的脸狠狠地甩了一耳光 天旋地转尖 一把冰冷的刀刺向我的心脏 我猛地睁开眼睛 捂着心脏的位置 那痛感还在 我疼得吸了一口凉气 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 不宜有大幅度的动作 一个医生模样的女人说 此时 我才留意到自己正在医院里 周围站着警察和医护人员 凶手抓到了吗 我紧张兮兮地问 一名警察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们赶到现场时 凶手已经逃走 并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不过请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人身安全 我哥呢 他人没事吧 我望着他们 眼睛里写满了七记 宋女士 很抱歉 他被凶手当成毙命 请节哀 听到这个噩耗 我失声痛哭 能活下来实属侥幸 因为我的心脏在右边 凶手刺穿的是左边 看着之前的那个刑警也在 犹豫再三 我最终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包括凶手的长相告诉了他 这么重要的线索 你之前为什么不说 听完我的话 警察激动地问 我特别愧疚地小声解释 真是糊涂 如果当初你们有人勇敢地站出来 就不会有这么多悲剧发生 的确 那个女孩遇害时 我们都选择了装聋卖哑 不敢报警也没人去作证 这才让凶手逍遥法外 更加猖狂 我们不仅是受害者 更是命案发生的帮凶 在我提供的证据下 警方很快就瞄准了犯罪嫌疑人 他终究会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 而我因为自己的懦弱 也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 如果半夜你听到室友的呼救 你会继续装睡 还是醒来帮他 我的宿舍是八人寝 那天只有我和叶子 两个人在寝室 由于天气太热又没空调 在睡觉前 我就把窗户打开了 可没想到晚上发生的事情 至今让我心有余悸 睡得半梦半醒之间 我突然有种莫名不安的感觉 就像有人在一直盯着我看 我瞬间就惊醒了 透过蚊帐观察了一下 直到我视线扫过床尾方向的时候 突然发现那边有一块暗影 开始我以为是谁挂在那边的衣服 但我又仔细回想了下 床头那片根本就没放东西 这个想法让我顿时渗出了冷汗 而就在这时 我听到了一个离我很近的呼吸声 声音粗重有力 就在我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的时候 我清晰地听见了叶子 在自己床铺上翻身的声音 而我正盯着的那个黑影居然动了 只见它缓缓移动到我的床边 此时我终于看清楚了 那是一个男人的身影 他应该是站在我床头一直盯着我看 我吓得一动不敢动 虽然是夏天 但我从头到脚都凉透了 我整个人也都吓傻了 两个弱女子的宿舍进来了一个男的 我身边就一个关机了的手机 能用来干嘛 从我醒来到发现对方 我足足盯着他看了将近一分钟 我不确定他到底有没有发现我醒了 他究竟是怎么进来的 我确认睡觉前反锁了房门 难道是窗户 可这里是二楼啊 想到这我顿时肠子都悔听了 僵持间 我看着他缓慢地走到我床边的桌子上 拿起我放在那边的一些钱 轻点了起来 我微微松了口气 他应该是没发现我醒了 我一边盯着他 一边思考着对策 首先我手机关机 求救的话要先开手机 但开机后会有声音 绝对会被发现 不行 接着 我又想着要不要开门向其他宿舍求救 但我从床铺到大门有好几米远 门还是繁琐的 中间耗时太长 万一男人随身带了什么武器 还是不行 也完全没有想过一个人单挑制服对方 我也肯定打不过 叶子还在睡觉 也帮不上忙 没办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但我在害怕的时候会不自控地微微发抖 咽口水 我一边努力控制住声音反应 一边观察对方的动作 他一直在翻动着什么东西 过了好一会儿 就在我觉得自己浑身都僵了的时候 他的身影消失在我的视野范围内 脚步声依旧在宿舍内徘徊 伴随着轻微翻找东西的声音 这些声音刺激着我的耳朵告诉我 对方一直在 因为怕被他发现我醒着 也不敢转头去看那人现在在哪 不知道过了多久 声音突然全部消失了 整个宿舍一片寂静 只有叶子翻身的声音偶尔传来 他是不是走了 我鼓起勇气轻轻转头观察着宿舍 突然 我在叶子的床边又看到了他 他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刚刚想放下的心又提起来 叶子的惨叫声传来 我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 趁着室友的声音 我立马爬起身 将手机开机 用着发抖的声音冲他喊 叶子 你怎么了 有人摸我 他的声音带着哭腔 此时我的手机已经开机了 打开灯光照向叶子的方向 就发现那个男的依旧直直地站在他床边 有可能被他的叫声吓到了 当时我也特别害怕 也完全想不到趁这个时间拿东西自卫什么的 脑袋都是空的 只想让他赶紧走 于是直接就对着那个男的大喊 你是谁 快走 那男的可能也被我喊得清醒了一点 没在直愣愣地处着 几一秒钟后 我听见对方落地的声音 接着是离开的脚步声 确认他真走了以后 我赶紧开灯 跑去窗边锁好窗户 锁上窗户的那一刻 我才真的算放下了心 腿软地坐在地上 随后通知宿管和保安 报了警 后续由于快放暑假了 我也不知道最后有没有抓到那个人 如果当时叶子喊我的时候 我沉默装睡 真的难以想象男人会做出什么事 但是从此以后 我们寝室再也不敢开窗睡觉了 感谢您好 小时 打悉阳 未经许恨